《搭棚》是建築和维修工程常用的一种工作方式 一帮搭棚工人由于在高空拿着足枝工作 大家从地上向天仰望的时候 就好像见到他们在大厦外场飞蟹走壁 因此他们也有一个爱好就是飞天琴露 而在这帮艺高人胆大的工人身上 我们不难找到一些令人感慨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也促使各界对安全高空工作的关注 入行已经八年的何志高 在他三十岁生日那天 过了一个相信会是他一生人最难忘的生日 曾经一日可以赶五单工程的他 面对生命和前途的逆转 唯有将责任归咎于命运 毕竟男儿有类不兴坛 或者将当日的意外放置于命该如此 自己才可以暂时释坏 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无心向学的阿高 十年前由大陆来香港之后 一直就做跟车送货 后来阿高的爸爸见他收入不多 叫他跟自己做下装修 不过阿高见搭棚收入高 就转行学搭棚 环境最好的时候 一天做五六个工程 一赚数千完全是等闲事 平时都注意安全的阿高 终于因为一次的疏忽 改写了自己的生命 同时也都直接令到一家人 背负了沉重的经济压力 那天其实下了几日雨了 一出太阳就立即出去工作 难道等运到吗 一年下了整四日雨 所谓守庭口庭 尤其是做搭棚这一行 有时真的要看天做人 早几日已经有八单工程等着他做 这日见到有小小太阳 阿高就立即叫兄弟一起 落围冲开工 做完两个工程 阿高又马上去到沙基湾 一栋旧楼里 帮其中一个单位 做外牆吊棚工程 在六楼这个单位 阿高很快就将承托吊棚的九臂架安装好 不过 因为一时贪方便 没有把安全带扣在稳固的路固点上 随便地绑着在外牆的浪衫架上 加上一时分心 他没有好好检查浪衫架是否安全 就继续做棚 打算快快手做完棚 就再落柴湾做多两个 他没有再三个看清楚 就立刻踏出吊棚 谁知走不够三步 就突然失去平衡 跌了在棚架上面 由于跌到的时候冲力太大 吊棚和狗臂架都被撞脱 阿高就这样飞到六层楼 幸好阿高命不该绝 地下刚刚有堆杂物射了点力 不至于粉身碎骨 咸咸 吊头 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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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